这是佛陀三十五岁等身像 他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比例的佛像 也是世界公认的与佛陀本人最相似的佛像 因此他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家持力 见到他的人就如同亲眼目睹世尊真容 福报满满 这里是在印度菩提加耶的摩合菩提寺 这尊最为殊胜的三十五岁等身像 就供奉在这座寺庙里 世界上总共只有三尊佛陀等身像 另外两尊都在中国 所谓等身像就是在佛陀不同的年龄段 按照佛陀的样貌一比一塑造而成 而这尊三十五岁等身像远在印度 对于中国的佛弟子来说 要见到他非常不易 因此三十五岁等身像更显得弥足珍贵 当人们千里迢迢从世界各地而来 三十五岁等身像就在那里 他是如此的漂亮 庄严 慈悲和智慧 以至于人们情不自禁的泪涌而出 视频中 人们正在给三十五岁等身像更换袈裟 每个月的满月之日 人们都会虔诚地用最珍贵的材料制成的袈裟 重新披在佛像上 在这个神圣的时刻 寺庙内弥漫着庄重而肃穆的氛围 在场的人无不虔诚地诵经祈祷 悠扬地泛音在寺庙里回荡 他们这样吟诵着 为了净化我的心灵 我奉上一件精美珍贵的衣袍 它色彩斑来 如同樱陀螺的彩虹 每当触碰它时 就会带来喜乐的姻缘 愿我被圣洁的善心之衣所装饰 即使是夜晚 摩合菩提寺依旧是人山人海 摩合菩提寺是印度县村 为数不多的砖石结构建筑之一 它全部用砖石砌柱而成 塔身上的浮雕精美绝伦 早在佛陀时代 这里只是一片森林 没有寺庙 也没有舍利塔 几个世纪以来 寺庙内遍布着舍利塔和佛像 这些宝藏并不显眼 他们就像佛陀的真理一样隐藏着 等待着被有心人 用虔诚的信念去发掘和领悟 在大堂内 人们更是密密麻麻地 挤满了整个空间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但此刻 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 在无私和慈悲的氛围中 他们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能量 等身相就在他们面前 看守微笑 以慈悲的眼神 注视着每一个前来瞻仰的人 赐予他们无尽的庇佑和祝福 人们在虔诚地送念着 没有一个声音不同步 这是一种非凡的体验 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是一种非凡的体验